大家好,我是淺欣 有點可惜,應該跟他排在大地的後面 因為大家在聽的時候很連結 我其實今天來是要講FB是什麼 剛才上上位跟我們分享太多重新定義FB 我覺得你們很精彩 等一下會後多聊一下 我重新定義FB是把F跟B拆開來 所以FB是什麼 剛才月亮已經示範了一個 所以我月亮的東西都沒有共鳴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設計、連結、觀察、想像 在這裡面,我剛才看到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雨萱 她真的把設計、連結、觀察、跟想像放到她的裡面 所以她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然後我重新定義FB F可以是什麼字B拆開 然後B可以很好 所以我的朋友會變成Y 就是接下來這個底層 真的,我非常敬佩她 然後我覺得FB就是一個人的身分證 就是她是一個身分證 是看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你要認識別人之前 FB還非常重要 你要設計一個有趣的封面 讓人家會吸引你 就像這個 她會不會現在連結 夠有想像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 連結是什麼? 就是認識你想認識的人 就像我來這裡 就是認識想要認識的人 來交底 就對了 然後 大家有提過六度分割理論 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 只要六個人 你就有沒有想跟他發生關係 那不是發生關係 是發生連結 然後 就因為這樣 所以世界是平的 但是 她又說 又平又緊 然後 FB可以觀察一個人的心智成熟度 這是接下來就是重點 我們怎樣講 我們觀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大家應該都有經驗 在FB認識朋友 結果認識到一個廣告人 然後一直跟你發學 七年發 你覺得發 很不爽 然後 如何判別跟定義 這一個非常重要 從FB觀察一個人的心智成熟度 可以看是幾下有七點 然後第一個就是 觀察他的貼文內容 是不是自己寫的 還是他只是一個 喜歡按讚 喜歡留言 這樣的人 就會覺得比較幼稚 就要 不值得去 去多一點認識 然後 還有觀察他們在Follow的訊息 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眾的議題 然後 還有他觀察他是不是有用心 回復你的留言 如果從這三點 是最基本 可以看這個人 有沒有認真在經營FB 就從這三點來看 那再來說是 在這樣找朋友非常重要 因為 像我 為什麼會連結到焦點 也是因為透過一個 不錯的網路平台 然後認識了某某人 然後 然後 學習思想交流品 就是針對我喜歡的議題去找 喜歡什麼 我喜歡木工 我喜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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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去找 找到時候在上面看 哦 我設計很棒 去留言給他 留言給他之後 欸 可不可以變朋友 你自己想辦法 充實自己 然後或者是把自己 變得很有趣 讓人家想認識我 然後第三個是 分享有深度的情報 哦 我今天看一個展覽很棒 然後趕快分享給他 然後別人會覺得 欸 Follow你的東西很有趣喔 然後你就可以在 在同中 認識一群 你的粉絲 然後 重點是第四點 就是 培養自己無私的本事 唯有無私 你才能得到更多東西 因為你分享 你出去也就沒有了 但是分享之事 出去會回來更多 所以來交點就是 像這樣的情況 然後因為 貢獻的本身就是一種 無私的行為 是利他的表現 對我而言 它是善的循環 我們從小開始 我們出生 我們開始利用別人 然後爸爸跟我餵 爸爸餵我吃東西 然後長大了 我學習 開始幫助別人 最後 我發現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自己 好 然後 第六點是 大家比較少 就是做到 就是 要明確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很容易被影響 就是被媒體影響 被其他人影響 如果有認識自己的人 才能在上面 導到自己要追尋的東西 那 希望大家可以在FB上面 連結到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然後 或期待 是你們期待的老實 是可以改變地域的人 然後希望 最後希望大家也可以變成 一個這樣的人 可以改變別人 因為這是一個善的循環 然後 其實 這個 這個PPD 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 只要獻給那一天 就是7月33號 然後 我就去Google一下 7月33號 到底是什麼日子 有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 結果我發現 7月30號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可是 沒有辦法在那一間演講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我把想像 獻給歷史上的今天 可是 已經過了 沒關係 可是還是可以說 因為它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因為在 7月33號那一年 自然出版的 論文正寧 我們發現的 2010年 KT 就是台灣Evan 世界第一個 就是類似 地球的 超過一小行星 所以 大家不覺得 我們的連結 已經到 外太空了 你要用想像 所以 我覺得 FB 就像是這樣的連結 讓大家有一個 非常想像 可以 可以把自己的格局 拉到宇宙 可以把自己的格局 拉到無限 所以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能做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覺得 FB 改變了非常多的生活 怎麼說 因為 就像今天 外貿當下 已經發生了過去 可是 我們可以從 手指的滑動 然後知道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今天發生的一件事情 是 白襯衫運動 那件事情 應該算是 台灣第一個 由FB發起的一個運動 所以 我們大家都在做革命的事情 什麼叫做革命的事情 就是 也許我們只是無心的一個暗戰 可是 當那個戰力量出來的時候 會凝聚我們去做一些 我們原本不會做的事情 我們可能不會 穿著白色衫去走在 那個工房部門前 我們可能不會 真的很認真到去 去大普現場 坐在那邊守候 但是 我們的暗戰 我們按一個戰 或是我們留言的鼓勵 都是那些 坐在現場 或是在現場的人 他們的精神糧食 給他們一些機會 讓他們針對台灣這樣的社會 不應該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應該是 我們想像的那樣的社會 是可以連結到更多更多東西的 然後是一個三個循環 然後讓別人覺得說 我們不應該停留在小小的螢幕上面 我們應該要 開門 拿車票 走到現場 或是 利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別人 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許它是一件不怎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對而言 或是對某某人而言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想像 所以 人與人的連結 就像是行星一樣 可以連結到心體 你不覺得以前的人很厲害嗎 他們可以看天上的星星 幾點幾點 想像出羅馬的希臘神話 然後我們中國也有中國的神話 光七顆星星就有非常多神話 所以 我曾經躺在草地上 躺在 躺在 我們家的屋頂上面 雖然沒有裝太紅板 但是很好玩的是 我看那個光 就是微微的光鮮 然後我下載了一個APP程式 它可以透過凝結 然後看到所有的心體 然後我就發現 哇 好棒 好漂亮好美 再加上去配音樂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白天用的時候 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白天看晚上的星星 因為那些定位 只要拿上去對的時候 就會有心體 然後你就會想像 哇 我白天看星星是什麼感覺 然後我前陣子看了 台灣因為台灣颱風之前呢 那個園都非常漂亮 然後我就真的花了時間 躺在那邊 就看夕陽 然後我就覺得 看夕陽好像在看自己的生命流失 從彩色然後一直到慢慢變黑了 然後是不是就出來了 就會覺得 哇 就是 原來生命就是應該這樣浪費 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然後 想像現代的歷史上的今天 就是那些有勇氣的人 就是那些 大家站在舞台上 或是站到現場去支持 去聲援你想聲援的事情 然後我的演講得到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他認識我呢 你可以來家裡 可以認識我 然後祝你一次交點的朋友 但是詞釋 大家都可以集團 一會請問 R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